人非常的多 有很多的大堆頭 那時候是國民黨各個縣市首長 在馬英九他要選總統的選前倒數 100天的時候 通通都要出席 是一個很大型的造勢活動 然後是2016年朱立倫 他的競選也是倒數100天的時候 也是包括有正副總統等等的 大家都要站出來 但是韓國瑜的競選倒數100天 跟大家操作不太一樣 感覺有一點形單引之 那問題是剛剛其實范老師 也有點到說 那起碼啦 你這一些要選立委的人 你是不是起碼站出來一下 那起碼那一些市議會的這些議員 敢不要站出來 在後面好像就是 有一點倒閉而停的這個味道 也應該要姿態擺出來 所以大家講說 是不是國民黨也放棄了韓國瑜 沒錯 事實上吳敦義跟國民黨高層 他們就是貌合神離 各懷鬼胎 那韓國瑜在台上講得可歌可泣 吳敦義這些高層立法委員候選人 他們在台下對韓國瑜 也是可歌可泣 可以切割 可以放棄 所以其實他們真的是各懷鬼胎 吳敦義是很天才 就是說他沒有幫國民黨找出路 也沒有幫韓國瑜找策略 他倒是幫自己找到了一個政治大位 就是不分區立委 所以他們的選局會是怎麼樣 其實已經注定 那我覺得這個是韓國瑜個性使然 其實大家冷靜想韓國瑜的個性 韓國瑜就是政治版的藍波 一人部隊單兵作戰 尤其從他初選大勝之後 你看他都一直待在同恩城 那待在同恩城就會得意忘形 所以你看他想到就說 說了就錯 錯了就賴 所以他的局越坐越小 路越走越窄 這是必然的 另外他誤判的一點就是說 他認為他已經取得國民黨 提名這個正當性 那其他這些派系 包括朱立倫 你們這些要選副總統的 你們排排戰 讓他來後宮選飛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講到朱立倫 其實朱立倫在韓國瑜初選勝出的第一天 就已經向韓國瑜繳械交心了 就已經填好了副總統報名表 但是那時候 韓國瑜趾高氣揚 他氣勢正高 他天威難測 那當然以朱立倫的聰明 他馬上意識到這一點 所以朱立倫根本跨過的那一天 就是韓國瑜你錯過了 這叫黃金救援期 在宣布你勝選 那個三到五天 是你整合國民黨 或者你趕快決定復仇 你趕快找朱立倫的時候 結果他錯過了那個黃金救援期 那現在人家朱立倫 朱立倫我戲稱他 這叫朱三太子 朱立倫已經致命 他是國民黨的雛君 週末晚間九點進行鎖定 正知道了週末版